杨淑君 跆拳道厉害 不过河南有这一位 二十岁名不见经传的女孩子 她的故事却感动了好多人 她的右手并没有手指头 但是她却弹了一首好钢琴 请主任这位 这位右手是没有手指头的 来自河南的郑贵贵今年二十岁 右手的残缺并没有影响 她对音乐的热爱 出生的时候 她因为右手残疾 父亲的朋友 建议她的父亲把她扔掉 可是父亲真是要好好的抚育她 并相信这个孩子将来有重洗 郑贵贵两年多前开始接触钢琴 她在情深的世界中找到了自信 每天骑车四十分钟学情 这条路她注定比别人辛苦 尽管前线上看不到跃动的手指 却掩不住她情深的悠扬 中天新闻最后报道